今天是礼拜一 是我们在Alcadia Park里面的第二个整天 我们今天是准备去走一些trail 因为昨天已经看过了 所以选一些trail今天来走 走trail的话是很花时间的 所以我们今天会基本上是徒步了 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走一个蹒跚的路 正在往山上走 所以这个路弯弯曲曲的很漂亮 而且路两边的树是刚刚发芽 挺好车了 我们这第一站这儿旁边还有一个nature center 这是wild garden of cadia 是Alcadia这儿野生的植物的一个小花园 主要是介绍这些 这个地区的植物 我们就随便进来走一眼 周围这些小戏都很漂亮 这里的气候特别适合蕨类植物的生长 就叫缝儿 这个小园里的味道特别的清香 整个地区比较潮湿 所以它的缝儿特别的多 这种缝儿叫Oak缝儿 橡树的缝儿 这个园子简直就是蕨类植物的学习地 这些都是不同种类的缝儿 还有缝儿是长这样的 高高瘦瘦的 这种缝儿长得也很特别 特别的细小 这个叫黑 scented缝儿 就是稻草味道的缝儿 这里蕨类植物的名字实在太多 都记不过来了 不过的确看到了很多很多 以前没见过的蕨类 这个园子介绍的就是 在本地生长的植物 这种缝儿叫Cinnamor Furn 就是我们喝咖啡时加的一种香料的缝儿 你看它已经开始sprouting了 它sprouting就是它开始 就是受粉了以后 已经开始结果了 这一片都是Cinnamor Furn 刚才查了一下 Cinnamor就叫肉桂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种类的缝儿 这种叫Lady Furn 女士的缝儿 看着比较纤细一些 这个褐色的也是缝儿的一种 它叫Royal 就是皇家缝儿 白的罗 这个叫Yellow Lady Slipper 女士的拖鞋 的确是非常非常像拖鞋 这种缝儿的名字也很奇怪 叫Interrupted 就是被打断的这种缝儿 这一片Nature Center还是不小的 不过能够记住几样植物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种趴在地上长的叫Long Beach Furn 长不高 这个Furn的名字也挺有意思的 叫Sensitive Furn 它比较敏感 这一片Furn叫Breakened Furn 这一棵大树就是Red Maple 我们喝的那种糖浆 就可以从这个树上得到 这是那种吃肉的植物 它的比如像蚊子进去喝水 就会吊到里面 它会分泌出一种 分泌出一种液体 我们就能给吃 这儿的Furn的种类非常非常多 我记得第一次喜欢上Furn 就是因为去了澳大利亚 它的那儿的Furn也是有各种各样的 从此以后再看Furn 这感觉就不一样了 这些Furn也开始Spotting了 这个小华人我们就分享在这儿了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Thanks for watching